嗨,大家好,我是齊頭栗子 又到了我們的開箱時間了 今天 我要開箱的是 畫面上的 這個自拍桿 這裡我用交付貼則是因為它有 鏡子的功能 會反光 市面上的自拍桿很多 但是大部分 基礎的就是像這樣子 一根蒼蒼的桿子 然後 讓你加上手機 這樣 就可以代替手部的延伸 進行拍攝 讓你 調自己喜歡的角度 把自己拍得更好 至於 使用久了之後 當然就會產生許多問題 自拍桿 的需求 就會隨著問題 而有不同的 需要 這只是 一般的自拍桿就像這樣子 就開始進行自拍了 然後 你在拍攝的時候 會因為 手部的 晃動 讓螢幕 也跟著晃動 這時候 你就會思考到說 要怎麼 讓你的螢幕 不會因為 手部晃動而晃動 首先 手機 廠商就會想到這個問題 它會有了 防手震的功能 防手震的功能之後 它就不晃了嗎 當然不是 所以 市面上 就出現了這種 影像拍攝 手持穩定器 好 我們來看看 這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腳架 腳架 不 以及這個 這是所謂的 影像拍攝 手持穩定器 通常 因为手部的大小 可能你会觉得说 它这个握把不适合 这时候它所附的脚架 就可以当成握把来让你使用 我们现在先把手机装上去 把刚刚这个自拍杆的手机拆卸下来 因为这个是平衡杆 所以在首次试装的时候 你大概要先把它 让它尽量维持在你要的角度 比如说你要水平 就先让它尽量维持在水平的地方 这样就大概水平了 然后它有个启动了 现在不管我的握把是怎样的角度 手机它在拍摄的时候 它并不会因为你手把的弯曲 而跟着你的动作而弯曲 这样子在你拍摄的时候 它影片的晃动 就不会让你感到很剧烈 甚至就承受不了那个晃动的程度 这是手持稳定器 我们现在去外面拍看看 到底效果怎么样 好 刚刚看了那个画面 是不是觉得 螢幕比较稳定了一点 那是 我在手机拍摄的时候 觉得 这个手持 稳定器 还不错的地方 但是 那是我在原地 做 左右的拍摄 如果 我进行走路或跑跳 的画面又是怎么样呢 好 我们继续到外面去拍摄看看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跟刚才的画面真是天狼之别 我在原地拍摄的时候 感觉 手持稳定器似乎不错 的确能让你的螢幕 不会晃动 但是 我一走动之后 它又开始 看得有点 头昏眼花 为什么 因为 这个 它只是水平 手持的 稳定器 但是 水平这样子移动 当然没问题 OK 我们走路之后 就会变成3D 也就是多了一个 XY力轴 多了那个力轴 在行径的时候 所以 又会多了 矿洞 让你觉得说 有点不稳 所以 就有 所谓的 三轴手持稳定器 来 开箱 就是这个 手机三轴稳定器 就是长这个样子 跟 刚刚的 做个对比 你会看到它 多了一个深度的 辅助 至于效果怎么样 一样 还是先拆箱安装 包装的 还算远紧 看起来也还蛮 别致的 但是包装别致 只是 基本要求而已 效果才是重点 光我这样子 手拿的感觉 就觉得 它的分量 哇塞 包的真漂亮 它的分量 不是普通的轻 与这种 一般市面上 常看到的自拍杆来说 重量 可能差了至少有五倍 没有错 真的 蛮沉淀的 好 果然如涂上一样 就是 就是 长这个样子 一样 我们来进行安装 这三种稳定器 本身自带有Apple 但是据说 以苹果手机使用较方便 至于其他安卓手机 可能各有千秋 看你的品牌手机是什么 但是因为 它的App 我看了一下蛮复杂的 所以我只简单的 进行安装 因为我们只是要使用它的三轴稳定器 来看看是否拍摄的时候 画面 会让你感受舒服一点 不会晃动 这样子 你在拍摄的时候 也比较有成就感 首先 跟刚刚的两轴 稳定器一样 先进行平衡的安装 好 把手机装上去 大概 先给它抓一个平衡 然后 它的开关 长按之后 开机 它自己动起来了 好 就如画面上所看到的 它现在 现在 已经 在平衡状态 我手部 的移动 它的手机 都尽量会保持在 原点 这只是目前画面上看到的 我们一样到画面 去试试看它的效果 是否 可以 可以 一样 要拍照吗 可以 讓你拍照 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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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照 我拍照 我拍照 1、2、3 我又要打架吧 剛剛的畫面 我大概有稍微移動一下前後的距離 再拍攝警用哈雷機車 那個畫面,大家覺得怎麼樣?有沒有比較舒服一點? 這只是我前後移動左右搖擺而已的畫面 如果說 你跟著目標 大幅前進,那畫面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看 拍攝效果 撥水 特朗普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的,刚刚下了一场雨 大家有看到地面上是有积水 我在走爱心彩虹拱桥的时候 地面因为湿滑 我走路的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手机画面大家感觉起来怎么样 然后在过了爱心彩虹拱桶之后 因为地面的湿滑 我左右晃动 也不敢太随意 所以画面看起来 有点卡卡的 所以我再放一段在柏鱼路上行走的画面 在柏鱼路上行走的地方 好,经过了这样几段影片的比较之后 大家感觉如何 自拍桿的选择 或许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但是如果这个开箱对你有帮助的话 那么今天的开箱就算是成功 好,到此告一段落 拜拜 喜欢 请加订阅哦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